是啊 我曾经在给科技公司的曾经讲过课 我是希望他们的这些科技人员 没有时间运动 他站在绿动机上班 写程式 站着动 随时随地都可以动起来 他的脚下就放一台绿动机 其实是懒人运动帮助他 可是我们知道运动还是不要造成运动伤害 所以律动你们要注意什么 一台好的垂直律动机其实要三个要素 一个就是定向 然后再来就是定平 还有个定速 这三个要素是代表什么呢 就是他的稳定性要够不够 否则他就会造成你的身体的伤害 你看我们要稳定的方向 你不可能一台垂直律动机就像摇摆机这样 中边摇那边摇 上面摇下面摇 而且院长说这个髋关节 有的人不是这样摇一摇去 左右摇的 而且老人家是非常容易在造成 二次伤害的受伤 对 而且他的这个 怎么说有一个定平 它频率也是一样 速度的频率一样 要维持上下幅度的这样的频率 然后再来的定速 你不可能一分钟 一下子摇10几下 一分钟一下摇30几下 那个都是不对 那都要乱摇 心中动不掉 对 心中动不掉 所以正常来讲 在15分钟应该是在 1万次上下的一个降速率